5月13日,国平大满贯王楠老公郭斌再次更新动态,他晒出媳妇王楠送儿女上学。一路碎碎念的视频,看到这段视频,网友把关注重点都放在了王楠家的豪宅上。感叹大如酒店,在视频的开始,就使王楠和女儿笑笑在一起,两个人一路有说有笑的交流。 王楠家里有一个面积极大的乒乓球室,一家人经常在里面打乒乓球,而乒乓球室的边上就是楼梯。王楠非常细心地牵着女儿的手下楼,到了一楼后,王楠的儿子出现在视频中。 与妹妹一样背着书包,王楠带着儿女出门,还举起水壶练起了托举,逗得儿女笑开花。家庭氛围非常好,除了大门还有一大片空地,有专门的司机已经带着车在等候。 王楠把女儿拖上了车,通过这段视频,让我们看到了王楠送儿女上学的暖心片段。 不过网友更多的关注点是王楠家真的很大,光出门督得好几分钟,网友纷纷评论道,你们还没从家里走出来? 我督出我们小区了,接地气的土豪一家,乍一看以为酒店,这房子太豪了。 太大了,豪宅、阔院、家庭和睦、儿女双全、豪车专送、人生赢家。 众所周知,王楠是国乒奥运冠军,张一宁之前的大满贯一姐,本身就不差钱。 老公郭冰又是亿万富翁,这样的家庭既有名又有钱,难能可贵的是王楠在结婚生麻后,还能在乒乓球领域乘风破浪,发光发热,闯出了一番新天地。 王楠创办了国球社,在青少年里推广乒乓球,他还担任了威海南海国拼基地负责人,协助中国拼协举办多项赛事。 让威海的热度大涨,王楠的女儿孝孝虽然只有六岁,但已经成了小网红。 他正在学打乒乓球,进步飞速,其吃苦耐老,自律自强,不服输的品质令人喜爱。 王楠非常有社会责任感,在郑州遭遇雨灾时曾捐款二百万,对于师弟师妹。 王楠夫妇也很大方,增向马龙、陈梦等东京奥运会冠亚军赠送和愿,以做奖励。 王楠夫妇有能力赚钱,也愿意花钱,他们培养女儿的方式方法也获得了盛赞。 王楠夫妇